35名已经通过面试的2021年教师学士课从华小组毕业生 因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失去了获聘的机会 引起华社的关注 槟城华校教师会主席罗岳清校长 恳请这35名准教师以身作则顾全大局 为深身学子的健康和安全着想 保持正面的思维尽快完成注射 履行身为教师和公民的责任 所以我希望这35位教师能够尽快的去接种育苗 因为他们是国家未来培育孩子的一个重要的前线人员 我们能够接种育苗让大家都安心 在传授教育的当儿 无形中我们也是给孩子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心剂 身为教师如果他不遵守教育部和卫生部的这个指示 我觉得他不配做一个老师 罗岳清今天受访时指出 接种疫苗等同履行公民的责任 还能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加上有多项研究和数据显示 疫苗能够有效降低染病的几率 呼吁这批师范毕业生明辨是非 不要听信外界关于疫苗的不实传言 否则害人害己之外恐怕还得赔上受聘的机会 进而导致滑小的失资短缺等问题 恳请教育部尽快厘清和找出他们拒绝接种的原因 感谢观看